後面 拓截保永迷思 接下來我也是白皙美人 缺水的時候 你又一直不給它油了 飽就它就會一直覺得 我好 sur 對 對… 有些女藝人很白 她們出去回來就是紅紅的 然後就塞上然後脫皮 然後就變白了 然後像我們都是出去搶 然後十分鐘 然後回來就整個黑掉 根本就沒有去 有很多人不要以為說 我出門有戴陽傘 有戴帽子有沒有 或戴口罩 我就不擦防曬 這是錯的 不過有補助 當然比沒有補助來得更好 出門要漂亮一點 就可以買這一支 這是下昂姿 這隻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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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漂亮 好漂亮 下入保養知多少 完美素顏有訣竅 歡迎收看 現在才知道 好 憲哥 我跟你講 夏天到了 防曬真的很重要 我知道 這個室內 你是急著趕著要回宜蘭嗎 不是 我跟你講 現在不是只有在室外 才能噴防曬 室內像我們的攝影棚 這個燈 我跟你講室內有很多燈光 才更需要防曬 對 現在人很有那種 防曬的概念 根據調查 我們國內的網站 一年裡面 光是美白的一個文章 瀏覽的人數就超過 這麼多 對 可見大家對美白 對防曬是趨之若鶴 對 所以你看 這個數字證明了 對於防曬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我在意 對 大家都滿在意的 對 不過這種 有嗎 有 很多男生都不常防曬 就像我 就這樣子 我從來沒有去考慮到 防曬的問題 那你這樣有沒有常常 曬傷的困擾 然後 頭髮不見了 對 然後皺紋增加了 通通來了 如果跟男生說不做好 防曬會落髮 應該大家都會防曬 對… 對 大家都會怕 只要現在還有一點點 頭髮的人 你就要小心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考考大家 希望所有的觀眾朋友 跟我們一起來整理 整理一下我們對於防曬這件事情 是不是有一些迷思要打破它 好不好 那一開始我們就要來考考 我們今天的來賓們了 看看大家對於這個夏日美白 是不是有一些基本的嘗試 好 我們的第一題就是 到海邊玩水要挑選 添加燭光 香味 遮瑕 防水成分的防曬乳更好嗎 四位來幫我請作答 好 三個人舉不對 只有一個 然後還有人舉圈 那就 這怎麼都會要舉圈 那就宇童先講 為什麼舉圈 燭光 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方便 因為我覺得海邊還是要拍照 你用防曬當然我有點遮瑕 就是稍微有點修飾膚色的 還不錯 要自拍 對啊 而且我覺得 而且有珠光 看起來幾乎就是會有反光的效果 感覺就是 幾乎就是很水嫩水嫩的感覺 我跟你講 我擦過珠光的 拍照 臉腫的跟珠腫的 你選不得好 你選不得好 太亮了 太亮了 因為珠光它會有擴張的效果 所以整個臉變得很腫 所以其實眼睛很胖 然後再修圖就好了 修得很累 真的耶 對 而且我平常 如果真的去海邊玩 我除了就是 會用像這樣子的遮瑕之後 我還會用陽傘 而且我的陽傘是 看 不好意思 直接打到人家 小貓 這個貓咪它看到紫外線 它就會有顏色跑出來 真的 會變紅色 粉紅色 好可愛 如果只有一點點 可能陰天 它就是淡淡粉紅 然後大太陽 它就會變整個是大紅 所以它是抗UV的嗎 抗UV 它裡面 妳有曬傷過嗎 其實我還好 我雖然就是不怎麼白 但我也不怎麼會曬很黑 我覺得好像是那個比較白的人 反而很容易曬傷 都是色色比較黑的人 所以我們都 我沒有 我人生中想要追求一次 曬傷都曬不傷 有什麼好事 好驕傲 一陣中52點去曬 就會曬傷 因為常常 平常白的人 譬如說像如意是這麼白的 他們出去 譬如說一起去出外景 然後有一些女藝人很白 他們出去回來就是紅紅的 然後就曬傷 然後就脫皮 然後就變白了 然後像我們都是出去曬 然後十分鐘 然後回來就整個黑掉 根本就沒有 但是曬老師最近都曬傷 對 我有曬傷 而且我覺得宇童這個 它是物理性防曬的一種 雖然是沒有錯 只是說不要 有很多人不要以為說我出門 有戴陽傘 有戴帽子有沒有 或戴口罩 我就不擦防曬 這是錯的 不過有輔助 當然比沒有輔助來得更好 對 那我這邊有帶來特別的 為什麼我會拿出來 是因為它有 SPF50的防禦指數 現在的傘有這麼小的 對… 現在在極點的那個嗎 對 它外盒有標示 什麼模式 對 然後你們現在 有SPF50的 那它的胸會變色嗎 這個胸會變成白色嗎 不會 這個不會變白色 只是說很方便 而且因為主要它不貴 對 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它是有防UV SPF50加 老師你完全把自己遮住 在鏡頭前面 對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方便 可以放在包包 對 如果說你出門要漂亮一點 就可以買這一支 就是這樣很可憐 看起來很可憐 老師 你該不會告訴我 這是你的吧 這是我拿來買 這是我的沒錯 我意思是我買來 準備方法要介紹 平常又不用 不會 那它有什麼代表功能 因為它漂亮 然後最主要它也是防UV的 漂亮 老師你跟剛講 我說這有什麼功能 他說因為它漂亮 然後防UV 你看這支有 這支很漂亮 真的好漂亮 好漂亮喔 真的很漂亮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真的漂亮喔 有沒有對另一個 有 然後我再牽一支貴賓狗 有沒有 還有 我家有兩支耶 對啊 你看是不是很搭配 對不對 對啊 對啊 宮廷的感覺都來了 所以它就是防曬 它有自己的係數 對 它有防氣數 然後要買這個的時候 你要特別認證 它外面的這些標示的認證 看清楚就可以了 另外一支更厲害是這一支 一共有幾支 這一支看起來很一般般的 這一支是在東南亞獨賣的 泰國獨家販售 真的喔 對 台灣買不到 看起來很像飯店在用 就我從國外扛回來 它過人之處 底兜圍 你看 它裡面有兩層有沒有 它上面有些好 然後你很可愛 然後你拿著 是 然後你很熱的時候 電風扇要打開 電風扇 它裡面很酷喔 有沒有覺得很涼 對… 超High的 因為它會散熱 這邊的 那它要裝電池嗎 要 要裝電池 電池裝這邊 對 然後就很涼很涼 你看 真的 超涼的 對 好厲害 不是 因為我們 因為只要熱 我們皮膚就要散熱 對 然後你如果說可以 用這種裡面會幫你降溫的 你會發現你的防曬的感覺 效果會更明顯一點 對 因為不會因為體熱 造成皮膚的一些 不適的狀況 我覺得Sam老師 我剛剛以為他跟我們分享 什麼專業的知識 結果其實就是跟我們 託產品 對 你來講一下 你來講一下 不是 老師 那都太熟了 肩膀很容易就晒到 腳也很容易晒到 毛髮斑 踢出來了 是 這樣完全都不會晒到 對 不是 你那全家服用 真的 你那很適合一家四口一起撐 對啊 因為Sam老師 那太小了 很容易晒到肩膀 很容易晒到腳 500萬全部都包住 沒有 不是我們走時尚路線 對 好 芸妮 因為你剛剛也是說 就是你覺得是差 為什麼 我通常會擦遮瑕的 因為皮膚白的 那遮瑕 我雖然現在不能說皮膚白 我是被曬黑 我去年自從去了蘇眉島 叫做自然的Yogi路線之後呢 我就沒有那麼矯情的 用那些東西了 但是通常臉就會用遮瑕 因為比較白就會有斑點 那我覺得珠光和香味的 應該會讓我過敏和長粉刺 然後呢 你說比較白容易晒傷 真的因為我兒子真的是一個 超級無敵白的小孩 對 然後呢 大家都覺得其實只要去海邊玩 有擦防曬就好 所以去年去蘇眉島 是爸爸先就是自己帶他去 我不在 所以爸爸就去買 我就說千叮嚀萬嘱咐 就是你一定要給他擦防曬 對 因為小孩怕曬傷回來洗澡都痛苦 對 然後爸爸就去買了 他只要他有看到水 他就覺得這就是碗水用的 可是他不知道細數是 那個細數的原理是什麼 所以他就買了25%的 就不夠了 對 25%的 然後那一天 他其實也是一直補一直補 結果晚上 他就拍照片給我看 我兒子 等我再見到我兒子的時候 我兒子的皮膚都已經 然後你知道他那個曬傷 嚴重到他整夜不能睡 這會時候阿建老師 應該死得很難看吧 可是他又嘴硬 他就說沒有 我就 那個店員就是介紹 我用這個就是介紹 結果後來我們後面 幾天的行程都很不快了 因為小孩子非常的不舒服 我們不管給他擦爐 或什麼都沒有用 結果帶回來台灣去看醫院 神醫生說是 對 所以其實海邊的洋菜 真的很滅 非常重要 沒錯 所以要請問一下盧醫師 這個防曬乳裡面 加一些珠光 加一些其他的成分 對皮膚好嗎 當然來說花是不好的 所以正確的答案是 X 對 部分的話 是我們防曬就是用來 防止紫外線 不管是A光 B光 現在大家都知道要看細數 而且知道一定要看兩個細數 一個是SPF的部分 對 因為我們不想要被曬傷 不想要吸水泡 可是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也是不想要變老 也不想要來說的話 有產生什麼皺紋 或者來說的話 變黑色素的部分沉澱 所以就要有PA值 所以這個就是防止紫外線A光 對 那為什麼來說的話 我們必須要有什麼珠光 我們必須來說的話 去海邊防曬 對 真的啦 因為可能有些人真的要拍照 所以一定得把自己來說 有點彩妝的樣子 可是如果你真的只是去遊玩 最主要的部分不外乎就是希望 它的防曬的部分 要有防曬的效果 對 另外來說的話 或許可以添加一些滋潤保濕的效果 來防止我們的皮膚 容易曬傷的問題 所以珠光的成分 如果有添加的話 會影響它防曬的功效嗎 倒不一定來說的話 會影響到它防曬的功效 可是會有幾個缺點 第一個像我們皮膚白以外 其實我很容易敏感 對 所以其實我只要殺兩個小時 就算不曬太陽 我都已經先過敏了 是 那也 再去曬太陽大概就更慘了 對 所以我大概不太能夠 再去使用一些珠光的部分 對 然後它也對我的防曬 沒有什麼樣的 它有別的幫助 對 然後如果你又擦了一些的 太多的珠光 然後它又要有遮瑕 還要有香味 皮膚在皮膚上面的部分 那是不是有可能來說的話 會覺得比較黏膩 比較黏稠 對 那如果你是一個痘痘肌膚的人 日曬的太陽 又讓你來說的話容易發炎 那又悶住 然後又發炎 又熱 對 它回來又有汗疹 又有濕疹 然後來說的話又有痘痘問題 那這個天啊 對 所以為了搞一個防曬 然後搞一大堆的皮膚病出來 一樣就色素沉澱了 接下來姐姐妹妹們 我們要出第二題囉 好 好 我們的第二題就是 使用涼感的防曬噴霧 防曬效果更無死角又清涼嗎 來 你覺得圈的請舉 圈錯 請舉擦 來 各位請舉牌 一瓣一瓣 一瓣一瓣 真的獨厚耶 雅蘭你先 基本上我覺得用噴霧的效果 不會太好 真的嗎 因為除非啦 因為我發現你這樣噴 通常你如果不抹 它根本不會均勻 那這樣子跟直接塗乳液的 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塗乳液塗完會不均勻的白白 對啊 會一坨一坨的 那就是你塗得不均勻啊 對啊 然後你這樣噴 那會不會覺得噴得很方便 我跟你講 噴的是方便 而且我還可以這樣噴 這樣噴 可是這樣很浪費 因為你噴的時候 很多的栗子 全部都浮在空氣當中 對 是不是很浪費 而且我跟你講 噴那個噴霧型防曬 絕對不能在室內 會窒息 會中毒 對 而且我覺得那個涼感 通常只有前五分鐘有涼感 後五分鐘就不見了 那這樣要涼感幹嘛 所以你會覺得用擦拭的 更臨時角就對了 比較好 對 臨時角 因為你只要塗得夠均勻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好 宜佩 我覺得其實應該是噴霧 我反而跟雅蘭姐感覺不一樣 我覺得噴霧是有效果 但像我自己都會先擦完之後 然後中間要補的時候 因為中間要補的時候 你可能在戶外 所以我隨身就會攜帶 那我覺得這樣可以 我剛好跟你買一樣的東西 對 我們一模一樣 然後它有出別的系列的 對 然後就再噴 可是我覺得問題是出在涼感上面 因為我覺得涼感是涼感 然後防曬是防曬 我覺得涼感好像跟防曬 不能放在一起 宇童呢 宇童是舉圈 對 我自己是很愛用噴霧放曬 因為我覺得它很方便是背 然後脖子 然後什麼就是都很好用 而且又快 而且現在的科技就是 它的頭越做越好 然後再來就是 我會選那種有點涼感的是因為 我會特別看它的成分 可能是加乳惠或是什麼 有鎮定的作用 對 因為有時候曬完 就是皮膚會就是熱熱刺刺 然後就想說剛好就是噴一噴 就會覺得好像比較舒服 對 然後我就會選這種就是可以 這個就是算是可以鎮定跟涼感的 然後我還有看這個 真的噴下去會涼涼的嗎 對 就有一點涼涼的 就是它會水 比較水一點點的 可以撐多久 這個 一下下 說實在真的是一下下 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這個不是否 一直要很涼感 只是當下的肌膚不舒服 沒有 我覺得那你就要噴我這種 然後就拿Sam老師那個傘就好 那也可以 不是 他貪圖 他貪圖幾秒鐘的涼感 涼爽 對啊 有涼嗎 所以他比較 沒有一下 就是一下 噴著那個瞬間 那應該是水的關係吧 所以他比較不會刺水 就水 不是水 不要亂講 這個大便 就水 傻眼 就不舒服 傻眼 我覺得應該是各種不同 它用於不同的地方 因為如果我們長期的在戶外 然後你又沒有辦法 一直補乳液的話 其實譬如說在海邊 或我之前在拍戲 你一直要站在外面 然後譬如說在海邊好了 你用那個乳液 你手上都是沙子 然後你要補乳液 滿身都是沙子 可是噴霧的很快就很好用 然後我們在外面拍戲 也是你穿著戲服 如果是黑色的 你的乳液塗一塗 就會狗在身上都是 所以你就是用噴霧的 又不會狗在身上 一般來講我們外面的 所謂的涼感防曬噴霧 它真的沒有死角嗎 那另外這個涼感 對身體有沒有傷害 Stay老師的臉部表小物 好豐盛喔 這個就是臉部的 你看這一片 好漂亮喔 它是油跟水的保濕噴霧 它有香味嗎 很會黏喔 很舒服喔 這可以噴臉嗎 這是臉專用的 真的 我要噴喔 它有寶寶的味道 真的 我好喜歡喔 這個 請 filed 1 Miles 1 2 1 3 6 7 7 1 感谢观看